这个男人好不容易钓上一条大鱼 却被突然窜出的巨物一口吞掉 转头扎进深海 钓个鱼竟还套上娃了 连环咬钩虽然有点意思 但小哥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大鱼的对手 没两下鱼线就被生生扯断了 也多亏今天他看了皇帝 否则就大鱼这六个 恐怕没几分钟自己就要下去当仙儿饼了 可他并不死心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换了无数个姿势尝试 可大鱼都削完事了 他也没能钓上来 不是爆肝就是脱钩 简直被一条鱼耍得团团转 当然这也不怪他们 毕竟他们今天只想钓小鱼 没想到却被迫在大鱼这卖气苦力 于是作为地主家傻儿子的船长 马上开动脑筋 想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主意 那就是拿无人机在空中撒鱼儿 这样精准投放 就可以避开小鱼周围虎视眈眈的大家伙 防止被截虎 这个方法果然立竿见影 鱼儿刚投放下去 就遇到一群监鱼 美味的鱼耳炸的剑鱼一蹦三尺高 之后的几分钟里鱼钩陆续中鱼 船长简直乐开了话